大鹏乱了季节,金钱乱了爱情,很多有钱男人都喜欢找年轻的姑娘,现在见到一个中年人领着年轻漂亮的女孩也不足为奇,人们的第一想法就是这个男人肯定是事业有成,绝对是多金男。 但今天要说的是另一种搭配老七少夫,对于老七少夫,大家应该也不陌生,娱乐圈里就有两大组合,而且都是过得很幸福,十分恩爱,也是很多女性羡慕的婚姻。 伊能静比秦浩大十岁,但是他还是在这段感情中担任一个小女人,撒娇,柔弱,需要老公的保护。 而且伊能静保养得特别好,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,正是这个原因,让他们得以保鲜这份爱情,这份婚姻。 还有一位就是有着人与公主之称的钟丽提,钟丽提性感,身材火辣,皮肤保养得也很好,和自己老公站到一起丝毫没有违和感,而且本人情商也很高,将自己的婚姻经营得很好,所以他们这对老七少夫的婚姻看起来也是幸福的。 但是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娱乐圈中的女人,大家都知道,娱乐圈中的女人本就要比大多数普通人的条件好,长相漂亮,不缺钱,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比一般人好很多,保养方面自然也是一样的道理。 那么,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,这样的组合究竟是好是坏呢?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01,65岁阿姨再婚嫁给45岁男人,婚后是什么体验? 这位阿姨说出了答案。 俗话说,爱情不分年龄,只要两个人相爱,无论相差多大年纪都无所谓,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讲究的是一颗真心,只要付出了真心,婚姻就能够幸福长久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都不支持老夫少妻,或者是老妻少夫,因为年纪相差,太大会有代沟,而且思想和观念也不一样,难免会发生矛盾,所以还是要谨慎好一点,省得自己后悔不已。 今天和大家探讨的是,65岁阿姨和45岁的年轻男人在婚,结了婚之后会有什么感受? 让我们一起倾听这位65岁阿姨的故事吧。 我今年65岁,我姓丁,我是一个丧偶的女人,我老公去世的时候,我才40岁,40岁的我正好是压力大的时候,所以那时候为了养活一家人,我只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。 原本我以为我的丈夫会一直和我一起打拼下去,往后的日子也会一直陪着我。 但谁知,她却因为劳累过度,生病了,病倒之后,我也花光了家里的所有钱为她治病,可她病得太严重了,后来还是去世了。 老公去世之后,我很难过,因为我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,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孩子抚养长大,因为我只是一个弱女子, 但是为了孩子和这个家,我不得不从一个弱女子成为女强人。 所以,那时候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拼出了一番事业,生活一下子就变好了许多,有了好生活之后,我再也不用愁生活问题了,也不用担心孩子会受苦。 所以,我很庆幸我自己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。 后来工作到了55岁之后,我也选择了退休,本来50岁那年我就可以退休了,但是为了多挣一些养老钱,我坚持做到了55岁,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很拼命的女人。 退休之后,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子女付出,因为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了,而且他们也有了自己的事业,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我帮忙,就算我想帮他们也不会让我帮,因为他们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付出了很多,所以他们不想再让我付出,他们觉得只要我好好度过晚年就行了。 既然他们不需要我帮忙,我也没有强求去帮他们,然后也选择了去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。 为了让自己的晚年不留下遗憾,退休那些年我天天去旅游,要么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,所以那些年我过得很开心,也实现了自己所有的退休梦。 但后来一个人生活久后,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日子很无趣,尤其是每次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去玩的时候,我都会特别地羡慕,也很希望自己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陪着自己。 但是想到再婚有风险,我也一直都没有选择再婚,因为我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,也不想害了自己。 但谁知后来在旅游团那里,我认识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,他才四十多岁,但是他的思想很成熟,人也特别地好说话。 在旅游团的时候,我发现他格外地关心我,去参观景点的时候,也会站在我身后,默默地保护我,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好,但是那时候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,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太小的原因,所以我不喜欢他。 但后来和他生活久之后,我却对他产生了感情,他也一样很喜欢我,因为我们两个经常有说有笑的,所以相处久了难免都会产生感情。 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向他表达我的心意,因为不好意思,也怕被别人笑话,所以我就一直暗恋着他。 我以为我会一直以朋友的方式跟他相处,结果没想到他向我告白了,当我面对他告白的时候, 我想都没想,直接答应了,虽然我知道我不配跟他在一起,也不配老牛吃嫩草,但是我觉得爱情这种东西不分年龄,既然两个人互相喜欢,那就不要错过,所以为了不错过他,我才答应跟他在一起的。 虽然我不知道在一起能不能长久,但我还是要尝试一下,因为只有尝试了,才会知道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走到最后。 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对我特别的好,而且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我的感受,过节的时候也会给我送礼物,还有平时他聚会的时候也会带上我,而且每次去的时候他都不会觉得丢人,反正还一直牵着我,生怕我没有安全感,还有他也会跟他朋友介绍我是他的老婆。 当时我真的很感动,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别人的疼爱了,所以当时我内心真的是很开心,也知道了自己遇到了对的人。 后来我也选择了跟他再婚,再婚后,他也没有让我受委屈,而且还特别的有上进心,每天都努力挣钱给我花,对于他的所作所为,我真的是感动得不得了,也知道了这个男人付出了,真心对待我。 虽然那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不会长久,因为我们两个人年纪相差太大了,但自从在一起之后,我发现他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,每天都把我照顾得很好,下了班之后也会主动承担起家务活,有时候我想吃什么东西,他也会去给我买,或者是给我做。 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个老太婆这么好,甚至还经常说他傻,娶谁不好,偏偏娶一个老太婆,当别人这么说他的时候,他都会直接骂别人多管闲事,看到他处处维护我,我很有安全感。 如今我们也在一起两年多了,这两年多来,我越活越年轻,因为我每天都有人疼爱,而且家务也不用做,每天只需要好好地享受日子就行了,想要做什么老公也会陪,所以当然活得越来越年轻。 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,但我会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,也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幸福长久,这样我就不会留下遗憾了。 有人问我,老七少夫是重什么体验? 我想回应大家,这种感觉很好,可能是因为我遇到了真爱,所以我觉得很幸福,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像我这样每天都过得很幸福,很快乐。 听完丁阿姨的故事,大家有什么感想呢? 虽说婚姻是不分年龄的,但想要在一起,就得付出真心,因为只有付出真心了,才会过得幸福长久。 当然对于老人来说,找对象的时候还是得谨慎一些,省得被有新人欺骗了。 02,老七少夫的生活真的会幸福吗? 听听四个过来人的话。 那么,所有的老七少夫都会像丁阿姨那样幸福吗? 其实不能以偏概全,听听这四个过来人怎么说。 第一位是黄女士,如今50岁,而她丈夫才39岁。 在黄女士看来,嫁给比自己小的男人,年老体衰的她想要拴住丈夫的心,是很难的,幸福指数想要升高,为有钱的支撑才能达到。 第二位是刘先生,如今36岁的她,妻子已经48岁。 刘先生觉得,虽然妻子外貌看起来很年轻,而且说话柔柔弱弱,完全没有老七少夫的感觉,但遗憾的是俩人没有孩子。 妻子因为孩子的事,担心刘先生会背叛她,两人在一起感到很累。 第三位是黄女士,45岁的她,丈夫才29岁。 黄女士看得很开,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时彼此都快乐,即使哪天分开了,那也没什么。 既然选择了不靠谱的事,那就随性一点,拥有时好好珍惜,失去那天也不后悔。 第四位是朱先生,32岁的她,妻子已经49岁。 朱先生对妻子没有一点爱意,只是图前,俩人分开是迟早的事。 03.总结 听完不同人的感受,你对老七少夫的婚姻是什么看法呢? 说实话,老七少夫会幸福,但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少了,彼此相差10岁以内,幸福指数会高一些。 但是相差太大,若是没有解决以下这三点,很难幸福。 一,年龄的问题,或许现在看不出什么,但等到了女人40岁这个分水岭之后,就会和男人在外观上产生距离,要保证男人能接受这样的现实,不然很容易出现婚外情。 二,孩子问题,两人对于生孩子的问题是否一致,女人等过了40生孩子就会越来越危险,而男人不同。 三,男人是否能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,男人本来就成熟得比较晚一点,何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在一起,大部分时候都是女人做主。 当遇到家庭未来发展的问题时,男人是否能担起这样的责任? 如果以上三个问题都可以解决,这样的搭配也是能够幸福的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